陶渊文森局抽检侠内豆制品 结果发现 又有豆干被剪出 含有二甲季黄 被剪出的就是这两款 德昌食品的五香豆干 以及会香食品的木材豆干 其中的德昌豆干 二度种招 上个月初德昌豆干才被香港剪出 包括黑胡椒 素食豆干 卤肉 牛肉 以及沙茶 一共五种口味含有二甲季黄 消息传回台湾 立刻被下架销毁 事隔才一个独月 德昌又被桃园卫生局剪出 五香豆干也含有二甲季黄 所以德昌上一次在香港是有被剪出 那这一次在我们桃园这边 我们也有发现它的产品 它的豆干 五香豆干有问题 发责的部分是由索侠卫生局来决定 二甲季黄是一种酸碱指示剂 只要用 那边在那个地方是一种酸碱指示剂